哈喽,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小伯伯 我现在要去叫八子叔叔 然后开他的电动车去镇上 给我拖东西 阿姨,小阿姨 八子叔叔在不在家呀 他在葡萄田里面 我八子叔叔没在 我去看一下子墨的爸爸在不在 他的那个大三轮车应该可以 摩托车拖不了 我现在叫了子墨了爸爸 叔叔下去给我拖 这个八子叔叔他没在 他就葡萄田里面打葡萄去了 不用谢这个叔叔 其实就一个小沙发能放得下 好,走 在那个网吧那里 拜拜,我们去给你拿沙发 来,让姑姑捏下你的脸 捏下你的脸 拜拜 我看了一下就是这个 因为我买了这个木游的牌子 我对一下电话号码看 是不是我的名字 是的,小北 叔叔就这个,那我们放上去吧 来抬一下吧 好了,是吧,叔叔 这样不会倒吧 就这一个 好,那我们走吧 刚刚好 你看这要是八子叔叔 那个车就拖不了 太小了 好了,我们现在回去拆新沙发了 到了 来卸货 伙伴帮忙卸下货 买了一个超级大沙发 这比我想象的小多了 估计质量差得死 这估计太薄了 好好好 大家看,这是我那天买回来的沙发 大家看,这是我那天买回来的沙发 我在淘宝上买的 差不多这个长度是有1米7,1米8的样子 然后我当时还领了10块钱的优惠券 还领了是328 我看那个上面,颜色没有这么深 结果收到最后颜色,这个好深啊 其实这个挺好的,大家看啊 就是这样,可以扶起来 也可以这样放下去 这边也可以的 这样的话就可以当一个床来睡了 然后平时我永哥啊老罗 剪视频中要休息的话 他们就可以在这里休息了 我这个北总当然还是挺皮铁的吧 哈哈哈 土贵啊,300多,我觉得还可以 这个质量也是挺好的 是那种布料的 就是不能拆洗啊 到时候脏了之后就没办法了 所以我在打算给他买个套子 给套上去 如果我家里面 朋友们家里面是那种 呃,卧室比较少的那种的话 可以买个这种沙发 然后,呃,坐起的时候可以这样扶起来做 然后家里面有来客人的朋友 放下去,放下去睡觉 但是有一个缺点 就是他有点太窄了 这个我不是很喜欢 然后再稍微很宽个这么多就可以 一个人躺在上面完全可以了 或者说你这边再长一点 不然放下去,这边空一点,那边空一点 翻个身,头跟脚就掉下去了 哈哈哈哈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